事情就是产生一二三班的工作表 然后再把这边的工作表利用筛选的方式 筛选的话就是说这边的话 如果是一班就把一班的这个资料 然后产生之后把这个一班的资料 当然包含上面的栏位名称 把这边的资料C 然后直接Ctrl V贴到哪里 贴到这上面贴上来 这边就一般的 然后再切回来之后的话 再把这边改成什么 筛选其实你可以直接筛选 这边再把它改成二班 把二班的结果找到之后 把二班的资料Ctrl C 然后再把它直接贴到二班这边的资料 然后再把三班 一样的道理 三班的话就是一样把这边三班改成三班 然后再把这三班的资料 选起来Ctrl C 然后Ctrl V过来 当然还好只有三班 你会把老师以后那我用这样就好了 可问题是以后的资料量只会越来越多 不可能这么少了 说真的我们只是范例 范例的话不会给太多资料 那以后如果假设你希望 你能用像刚刚的土法链钢 筛选完之后复制过来 筛选完复制过来 筛选完复制过来 那可是有什么方式可以快速的完成这件事情 其实 当然我们就有必要我刚刚讲的我那个刚刚的程式 我再把它筛选取消 筛选取消就是按一下 再按一下要恢复了 那基本上我就有必要在刚刚的这个程式里面 有没有这一段程式里面的这个的下方 这两行是新增工作表 重新命名 有没有 所以这个add的话是新增工作表 然后再把它重新命名成为一般 那这个位置刚好就在这里 有没有这个add 曲折一指的是第一工作表 sells的话指的是储存格 那我要的资料就在这里 那这个指的就是 我用那个sells指的话就是这样 那我这边的话应该是哪一列呢 二三四嘛 所以你说老师为什么这边是for i 等于二到四啊 那实际上这个二到四的话指的就是 这个这边的位置啊 因为他这边是二嘛 第二列嘛 那这边是三 这边是四 所以是二到四 那也就是说我这个for i 的意思是先给他二 先丢二给他嘛 所以这边的话是二嘛 sells的第二列的 那指的就是这个资料 所以意思是把这个资料取回来之后 帮我重新命名一下 有没有 然后下一个换下一个 那不就一个罗伯一个坑的道理 以后啊 如果你以后很多很多的工作表 其实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 他就可以自动帮你重新命名的啦 OK 但是现在还缺 刚刚讲的筛选 那接下来就要想说老师那我要怎么样可以筛选 那筛选不是教过吗 就是这个这边的按钮啦 那这个筛选的话就是根据这边的下拉清单 比如说这边的下拉清单 如果是一般的话 那你帮我把一般的资料抠过来 有没有 抠过来了 那如果是二般的话 把二般的资料抠过来 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可以参考这边的程式 按右键 我把它指定它 然后编辑 或者你可以到那个模组里面找一下 这个叫做 班级 底线筛选 那这段程式前面有讲过啦 所以如果细节 如果你忘了差不多的话 你可以再回头再把它看一下 那其实重点基本上就是 主要有 这两行 跟这一行 那这两行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overfilter就筛选 所以你假设你说老师为什么 他可以自动帮我把某一般的资料抓过来呢 那如果你假设不知道也没关系 你可以这样 假设三般对不对 按下它之后 那我就是执行这一段 一样 按钮8 先把旧资料清空 然后呢 再筛选 那你会发现 筛选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你要跟他讲范围 那我要根据哪个范围呢 我要从A1一直到多少 到1的12 这个范围呢 帮我做筛选 筛选的它的英文名称就是Autofilter 所以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要筛选在VBA里面就是Autofilter 然后后面只要给两个参数 一个参数是说呢 你要筛选哪一栏条件是什么 所以特别注意哦 我要筛选的是这个范围里面哦 这个范围里面的第一栏 这个一指的是 这一个 第一栏指的是班级 所以呢 你帮我根据第一栏 里面帮我找到一个条件 条件的来源就是H2 指的就是三班 所以特别注意哦 如果执行这一行的话哦 它会根据这个三班 你们三班这个条件 然后就到第一个栏位里面呢 帮你把这个条件 符合条件的资料都显示出来 那不符合条件的资料呢 就帮你隐藏起来 就看不到 所以执行按了VBA 这样执行 你们发现 这边的范围有什么改变呢 你会发现哦 哇对 它只留下什么 三班的部分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只要做一件事情 我要把什么呢 把我要的这个范围资料 call过去 call到哪里 call到区域5的这个图存 所以我只要写一个 程式就是哪个范围 我要把 那当然特别是 因为我班级这个地方不要了 我只要什么 我只要姓名一直到 这个地理的这个资料 所以把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的话 就是B2到E12 这个范围 那你说老师不是到B10吗 为什么你到E12 不管 因为反正只要隐藏 你要选 因为可能将来 有可能会有12 也有可能没有 但是你要把整个范围 先全部给他 他就会直接 帮你把没有隐藏的资料 call过去 所以后面加一个.copy 点copy的话 就是说我要把它call到 我指定的哪一个除线格 对不对你说老师后面为什么只有G5 而不是一个范围 因为点copy后面只要跟他讲哪一个除线格当起点就可以了 他就会自动帮你延伸出去的 OK对不对 点copy很重要 因为以前同学常常说老师我常常Ctrl-C Ctrl-V Ctrl-C Ctrl-C 那有没有 VBA里面有没有哪一个方法可以取代Ctrl-C 其实就这个 Ctrl-C Ctrl-V 其实在VBA里面就这一行 哪个范围点copy 空一格到哪一个除线格 这样的话就是把某个范围的资料 call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的意思 我应该可以懂这意思 所以这两行看起来没什么 但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你会的话 这可以写很多东西 像写一个查询系统 这两行就很好用了 OK 但是可能因为很多同学对这些比较不熟悉 不然没关系 这个要需要时间消化的 你们回去 马上这个课程结束 影片都会放在YouTube上 是剩下可能你比较愿意花时间 OK 然后好 所以copy过来看一下 所以这个地方我再按里面把这一行执行一下 你说老师那为什么这边屈辱看不到 因为这边隐藏 你会发现其他的利益都隐藏 所以记得你如果把它恢复正常的话 很简单 只要再把上面的这一行 抠过来 所以底下这个 你很简单 直接恢复正常的话 就是再把这个 筛选 直接再把它复制一个一模一样的在这里 差别是说后面不要认可参数 这样的话意思就是把它恢复 恢复成没有筛选状态 意思就是跟你点一下这个筛选是一样的道理 OK 所以我把这边把它执行一下 恢复成原来状态 这样就OK了 所以其实我刚刚的筛选 就是这两行 再加上这一行 所以等一下的话 如果假设 你说老师那等一下 我如果用同样的方式 我要怎么样把这两行摆在这里面 这一行把它应该筛选结束 然后把它摆在最后面 那这样不就可以符合我刚刚做的图法链钢的事 你就不要图法链钢 就可以把它用自动完成的这个方式 不过可能就变成这一个 要结合这一个 两个结合在一起 就可以完成我要的这相关 但是除了这两个之外 可能你要想到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后面的这个新增工作表 它是跨工作表的 所以你不能像这个前面都没有序值 对不对 那你可能底下的部分你要思考 因为它的资料是在另外工作表 所以如果另外一个工作表 你要加一个序值 拿一个工作表给它 不然的话出错 OK 所以请各位先把这个先思考一下 其实城市不多 主要是这两行再加这一行 然后把它跟这个底下的结合在一起 并且加上跨工作表的概念 就可以做出我们要的一二三班的自动化 有没有自动扣过来 自动扣过来 自动扣过来 再切回来 OK 请各位先把前面的筛选稍微复习一下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一段筛选的程式 班级筛选我记得我前面其实也有把它贴到云端白板上面 如果你没有 参考的话应该是在云端白板上面的第三页立方吧 第三页立方 班级底线筛选 4标志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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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5